总代理南洋实业正式上架全新2024年式Honda Custom车系 其最大改变在于将入门款GLTA售价调整至更亲民的130万元内 同时将取消第二排侧遮阳帘及豪华双天窗两项配备 而GLTB车型则维持不变并维持原先双车型编程 2024年式正式建议售价为GLTA新台币129.9万元起 GLTB新台币146.9万元起 Honda Custom作为现代汽车和北京现代 于2021年合资生产的MPV车型 是原厂针对家庭而开发的7人座亚洲战略车 未来还准备将于越南泰国等亚泰国家陆续发表 外观融入Sentral Sporting的新世代设计与会 在车头配置黑钻戟和水箱护照搭配直立是垂直进气帘 在左以LED钻石式头灯及隐藏式日行灯 侧身流体的线条导入镀铬窗框线条 车门把手及防刮式板同样采取钻石设计 后方则使用贯穿式烂灯条来做收尾 上方还配有运动化扰流尾一 内装车是采用2加2加3的正7人座配置 配有全排顶级皮革座椅 车式分为灯来打造200万价位水准 仪表台中央安置了直立式的10.4寸整合式多媒体系统 驾驶前方享有多功能全彩 仪表服4.2寸车资显示幕 排档以SBW线传式操控A柱三角窗经过加大来提供更良好的视野 在第二 三排拥有独立空调出风口 GLTB VIP车型第二排具有实相电动调整 腿靠 通风加热以及三种坐姿模式 第一排椅背上也附有实用的多功能桌板 第三排还配有能与第一排通话的收音装置 另外也有重低音扬声器 窗户遮阳帘 QY手机无线充电盘等 安全辅助方面两种编程除了拥有6G SRS安全气囊外 皆标准配配Honda SmartZen先进安全科技 动力搭载1.5升SmartStream涡轮增压直列四缸DOHC引擎 拥有CVVD连续可变气门持续系统及GDI缸内直喷 搭配上8速自排变速箱及前轮驱动 可在5500RPM时产生170PS最大马力 并在1500-4000RPM兼输出25.8KGM峰值扭力 提供Drive Mode多重驾驭模式 综合平均油耗为每公升15公里能源效率等级为三级 底盘采用平整化设计来将低噪音悬调为前脉花尘 后扭力量 GMDPS电子式动力辅助转向最小回转半径达5.87公尺 国内总代理南洋实业于2022年11月正式导入 原车型编程与建议售价分别为GLTA新台币132.9万元起 GLTP VIP新台币146.9万元起 Honda Custom除了完整化南洋实业旗下产品大军外 对于陷入MPV空窗期的台湾市场带来相当大的波涛 以价位来看并没有直接竞争对手 也为家庭取向消费者带来一个比7人做休旅车还要更实用的选择 而小排气量及多项标配的优势更是如虎添翼 对比先前停售的Honda Odyssey显得更加划算 相信本次新年式也将为Custom车系带来更具竞争力的销售表现